他们又一次聚集到河岸边 这里是玛拉河最险恶的渡河地点 对面是陡峭的河岸 水面下还潜伏着恶民 但很难再找到安全的渡河地点了 脚马群每年依然会从这里离开玛拉草原 一只邓铃率先迎接挑战 他游到低岸下 但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斑马开始渡河了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脚马群总是紧随其后 一旦渡河开始 迁徙队伍便会以自杀般的狂热 跳入河中 强烈的本能使他们毫无畏惧 脚马母子又在等待下水的时机 小脚马跟随母亲纵身跃入河中 他现在已成为了游泳好手 然而身后还有数百只脚马正不断涌动 面前的低岸高达六米 但他们依旧不断向前跃进 小脚马已经没有退路了 斑马首先遭遇袭击 它们是鳄鱼最喜欢的链 但是被斑马踢上一脚 可不好受 脚马母子也进入了危险地带 鳄鱼却选择了一匹小斑马 然而水面下还潜伏着更多的鳄鱼 小脚马被盯上了 小脚马被盯上了 这一线母子俩必须爬上河岸 后面聚集的脚马越来越多 鳄鱼也在准备袭击吊队的猎物 小脚马尝试着爬上陡峭的低岸 其他脚马都掉了下去 它也一样 鳄鱼再次发动袭击 但小脚马的行动非常迅速 它沿着河堤缓缓而行 更多的脚马赶来了 它们拥挤着爬上河岸 脚马仍在不断涌来 小脚马被挤下了河岸 突然间脚马群的行进速度加快了 它们终于发现了突破口 小脚马也发现了 此时的出口变得拥挤不堪 母子俩努力爬上低岸 然而陡坡十分湿滑 此时的出口变得拥挤不堪 此脚马再次尝试攀登 小脚马也在努力 河岸近在眼前 想要靠近却难如登天 小脚马滑倒了 它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它站起来了 小脚马成功地爬上了陡坡 此脚马正在那里等着它 脚马母子一同战胜了大自然中最严峻的挑战 现在它们即将南行 回到塞伦盖地大草原 那里是小脚马的出生地 也是我们故事开始的地方 这片草原将养育下一代脚马 它们将同样经历延续了千百万年的迁徙之旅 这无疑是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之路